一股冬季季后风南下为澳门带来连绵细雨 天雨路滑 早上十点多 一辆私家车驶进西湾大桥进澳门方向的引桥时 怀疑高速失控撞向桥边的栏杆 车头损毁严重 引擎盖整块不见了 幸好有安全气囊保护 女司机只是受了轻伤 除了这一宗交通意外 下午西湾大桥和友谊大桥也接连发生了多宗交通意外 而未来几天 澳门仍然会持续下雨 开车人士就要小心了 以随着北面的一股冬季季后风 在明天抵达华南沿岸地区 本澳明天天气会是转凉的 预料气温会是由初时的20度 就会下降至最低的摄氏17度左右 天气会是多云和有雨 雨势有时都挺大下的 未来几天还会继续下雨 只有短暂时间有阳光 之后天气温度更将进一步的下降至16度 市民出门记得要多穿衣服和戴背雨具 澳亚卫视现在那 陈建江朝东澳门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